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這場大瘟疫在全世界範圍內 波及的國家和地區越來越多 感染的人數越來越多 在亞洲最嚴重的國家就是我們的鄰國韓國 現在確診總人數已經達到了893個 死亡人數是8個 在遙遠的歐洲都有很多人感染了病毒 最嚴重的是在意大利 意大利確診人數已經達到了229個 死亡人數達到7個 在中東也已經出現了一個疫情爆發的中心點 就是伊朗,伊朗官方公佈的數據 是確診人數61人,死亡12人 但是伊朗這個政權跟中共一樣是個專制政權 他們是操控這些數據的 這個數據極有可能被他們給壓縮了 有一些民間機構公佈出來的數據相當的驚人 說是在伊朗的一個城市 KOM一個城市 死亡的人數就達到了50人 伊朗死人很多,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為伊朗過去他們這個政權窮兵獨武 不顧國際民生,主要就是想發展核武器 結果遭到了全世界的經濟封鎖,所以說非常窮 因此他也就沒有能力去購買這些 這幾十年新創造出來的這些醫療設備 先進的設備,比如說葉克膜 據說整個國家一台都沒有 那一旦這個病人陷入了重症的這種程度 那麼就幾乎是必死無疑 所以說死亡的人數非常多 那中國武漢也是出現了這種情況 中國的這個醫療體系本來就不行 當最後這個重症的人數達到了一定的量 那麼絕大多數人就得不到治療了 所以說死亡率也是相當高的 但是在有些國家像日本、新加坡 確診的人數也不少,新加坡好像是90個 日本是161個,但是日本只死了一個人 而新加坡現在死亡人數是0 因為他們這個國家醫療條件非常的好 而且現在他們確診的人數不多,重症的人數更少 所以他們還能夠應付的過來 如果是所有的地方最後都像武漢那樣了 那麼再好的醫療體系也都應付不了 也都承受不了這樣的重壓 那麼死亡人數會大量的出現 將來全世界真是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的 大家可能就會覺得奇怪說意大利 它跟中國之間的地理距離很遠了 而且和中國之間的人員交流也不是很多 不像亞洲國家這麼多 為什麼它那個地方會成為一個疫情爆發的中心點呢 那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意大利南歐人 比較熱情奔放,見了面了 喜歡搂搂抱抱,肢體接觸多了 就容易傳染病毒,它不像是像德國 像北歐那些國家相互之間的要靜而遠之,保持距離的 所以說今後這一段時間我希望咱們這些朋友 大家都注意一個規則就是跟其他的人 哪怕是很好的朋友,大家也保持一個距離 盡量不要握手了 我是覺得中國過去古代的相互之間的 這個禮節,表達禮節的方式是非常好 你像拱手這樣子,這比握手就好多了 現代社會每個人見到握手 我說實在的,這個疫情爆發之後 我都有點不太願意跟別人去握手了 所以說現在我希望咱們中國的這個古代的文化 能夠發揚光大一下,這個禮節能夠重現 這個扯得太遠了,我們再說這個疫情的問題 那麼意大利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更重要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這個病毒 它實在是太厲害了 它能夠在沒有症狀的時候就能傳染 而且傳染性也特別強 比如說意大利的這次重災區叫做倫巴蒂大區 這是在意大利北部的一個區,是意大利的工業中心 在那個區呢,170多人受到感染 而這個源頭就是一個人 就是一個30多歲的一個年輕人 一個人就傳染了這麼多 那你說啊,如果是這個國家 還有很多其他的類似於這樣的人 那麼大家一波一波的往外散 最後是不是整個國家都會淪陷呢? 所以說從這個疫情爆發初期 美國的哈佛大學的這個流行病學的專家 還有美國疾控中心的這些學者 都認為這次可能是全球性大爆發 最後三分之二的地球上的人口 都要被感染這個病毒,幾乎是不可避免 昨天呢,德國的這個專家 病毒學專家叫做德羅斯騰教授 那他也是持這個觀點說這一次全球性的 這個大瘟疫已經不可避免了 甚至是過去跟著中共一步一期的 這個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現在都已經改口了 他說現在這個全球防疫的這個機會窗口 正在縮小,如果不抓住這個機會的話 將來後果非常嚴重,他都已經改口了 幾乎就是說這場大瘟疫全世界流行 已經不可避免,但是呢 我還不太擔心這些西方國家的 因為這些西方國家至少是 大家在物資供應方面還比較充足 那麼實在不行了 大家就往這個人口偏僻的地方去走一走 去避一段時間,還是有辦法的 每個人都還是可以想辦法的 現在最擔心的是中國,中國的咱們那些朋友 現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很多小區剛剛一解封 那麼街上就出現了人潮 而且有一些不該人群聚集的地方 人群居然聚集了 有一個網友PO出一張照片 上面顯示的是四川廣源市的一個廣場上面 露天茶餐廳的一個場景 那個茶餐廳在露天上面那是人頭湧湧 大家坐在那喝茶,談笑風聲 而且很多人都是不戴口罩的 當然喝茶肯定是大多數人不能戴口罩嘛 這種場景跟前幾天的那種封小區封樓 誰不戴口罩,接上警察抓著就打這個情景 這個是截然相反的 而且相互之間距離這麼近 只差這麼一兩天的時間 怎麼會有180度的大轉彎呢? 真是非常的非常的奇怪 還有呢更奇怪的就是在河南鄭州的 有一個連鎖店 可能是賣麻辣燙火鍋的這種叫做方中山 火鍋店外面人排著長龍人擠人 那餐館裡面的那個情形擁擠程度 那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其實這還不是最可怕的 那這些地方人群聚集可能都是一次性的 因為有些人在家裡面實在是憋的時間太長了 要出來放鬆一下 一次性感染的機會有沒有?肯定有 但是不見得是百分之百 那還有一個更可怕的就是復工 復工感染的機會就比上餐館、上茶桌 感染的機會就更多了 因為復工之後一個工廠一個公司 大家相互之間天天都要近距離的接觸 都要有很多的互動 一個工廠一個公司只要有一個人感染了 那麼其他的人就都有可能感染上病毒 而這些感染病毒的人呢 他又不帶著任何症狀出現 他就把這個病毒帶著到處去傳播 傳播給自己的家人、傳播給自己的親友 然後這些家人、親友又有自己的交往圈子 又有自己的活動圈子 你比如說小孩子他就去上學 那一上學不就又傳染給全班的同學了嗎? 所以就這麼一波一波的傳染下去 那形勢是非常非常的不樂觀 那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人為什麼突然之間 就在這一兩天就有這麼大的180度的這種大轉彎 行為上的大改變、態度上面的大改變呢? 這是因為他們受到了國家健康衛生委員會的鼓勵 衛健委的鼓勵 衛健委是怎麼鼓勵他們的呢? 在過去這幾天就是這個統計數據 確診的人數、疑似的人數、死亡的人數是直線下降 到昨天和前天很多地區新確診的人數就已經降到0了 就拿2月23號24點的這個統計數據來說 他說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 包括新疆建設兵團 報告新的確診病例一共是409個 其中湖北是398個 也就是說其他地區 其他30個省市自治區 全部加起來13億多人當中 全部加起來只有11個新的確診病例 而且到了24號9點中 他們又發稿了說到此為止 已有24個省市自治區 已經確診的人數、新確診的人數都是0 而且其中還包括北京 所以這種數據一出來 大家當然會感到鼓舞 現在已經沒有事了 現在已經沒有新確診的人數了 該得病的都已經得了 然後都已經被收治了 所以說大家都能夠出來 能夠出來盡情的享受 而且還有一些人需要錢的就出去 趕快去賺錢、趕快去復工 現在這個態度就是根據中共 所發布的這些數據來的 這些數據不僅僅是發布在 這個衛健委的這個網站上面 是各個大報紙、各個大網站 紛紛的轉載 也就是說中國人現在只要是能夠認知的 他就能夠得到這些信息 而且會根據這些信息 來做出自己的決策 到底是出不出門 現在大家都出門 大家都這麼大膽就是因為衛健委的這個通報 那麼這個通報是真的嗎? 當然不是真的,肯定是假的嘛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們有人可能說你又沒有數據 你又沒有統計過,你怎麼知道是假的呢? 因為我有常識,我有邏輯啊 什麼邏輯呢?如果這個數據是真的 就打個比方說如果北京和北京周邊的那幾個省份 真的是零確診人數,新增人數是零 那麼他們為什麼不敢在3月5號 也就是11天之後去開兩會呢? 那也就是說明現在根本就不是零嘛 而且不僅僅不是零,人數還相當多嘛 多到他已經控制不過來了嘛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說他們覺得開兩會 無論是你做多嚴密的防疫措施 都不能夠保證那些兩會參與者的安全 所以說不能開兩會,這就是一個基本的邏輯嘛 他如果是開了兩會了,我們就相信 他的現在的新增確診人數確實是零了 那個時候大家該幹什麼就去幹什麼 現在兩會不開,大家還是要按照以前的這些行為方式 大家要進行自我隔離,要盡量的少個人接觸 必須要出門的,要做好所有的最高級別的 你能夠負擔得起的這些防疫措施嘛 這是基本邏輯 這個衛健委他們一公佈好消息 我就很擔心,公佈壞消息我是不擔心的 因為公佈壞消息可以讓大家即使是他那個壞消息 不是真實的,不是確定的,只要他公佈出來了 大家肯定會對這個疫情更加的警覺 更加注重自我保護,自我防護措施更加的嚴密 這不是一個壞事,但是他們一公佈好消息 就會讓人家放鬆警惕 就會鼓勵有一些比較不願意動老筋的人 去做一些危險的事情 就像廣源的,像河南的那些刺客一樣 那一旦出現了這種情況 最後因為病毒的這種傳染性 病毒的這種隱蔽性 最後就造成疫情的大爆發 他們說謊不是第一次了 在一月份的時候他們還在說 不會人傳人,可防可控 但是最後事實證明 就真的是人傳人,真的是不可防 很難控 所以說他已經說過一次謊 為什麼大家還要相信呢 你如果在生活中接觸了一個人 他對你說過謊 而且對你造成過極其嚴重的傷害 那你還會相信第二次嗎 那為什麼大家不把對人的標準用在 對這個黨,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政府上面呢 這是一樣的一個道理 他說過謊了,他今後就沒有信用了 大家不要再聽他了 大家做出任何判斷 不要根據他們所提供你的這些數據 不要聽他們的指揮 要根據自己的常識 根據自己的知識 要有自己的邏輯再來判斷 這樣不是更好的能夠保護自己嗎 那現在他們說24省已經是臨病例了 那這又是一個謊言 這個謊言就不可避免的 要造成第二波的這個疫情的大爆發 那有些人可能會說 說衛健委的這個數字也不見得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過去封城封了這麼長時間 該得病的人都已經發出來了 都已經被收治了 那麼還沒有得病的就是健康人 健康人就可以出來活動了 我認為這個道理是站不住腳的 這個理由站不住腳,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這個病毒它的潛伏期 根本都還沒有確定的 剛開始的時候說這個病毒的潛伏期是1到7天 後來增長到9天,後來增長到14天 後來鍾南山又說可能是24天 那現在不斷的就有人在破這個病毒潛伏期的紀錄 比如說昨天出現了一個病人 是湖北省神農駕林區的一個老先生 他是在過年的時候1月20多號的時候 去到他的一個親戚家裡面 那個親戚住在武漢旁邊的一個小城市 然後過完年他就回湖北神農駕了 然後在神農駕林區裡面跟其他的人是很少接觸的 沒有其他的任何周邊的人可以把病毒傳染給他的 也就是說可以確定他是在武漢旁邊的那個小城市 叫華融在那個地方是染上病毒的 那麼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一共經歷的是27天 也就是說這個病毒潛伏期在他身上是27天 這個還不是最高的,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山西的有一個老太太 他在武漢12月底的時候離開了武漢 到山西的也是一個小地方 在那個地方一直到40天以後這個病症狀才出現 也就是說他身上的症狀是潛伏期是40天 打40天之久 那麼你說現在還沒有得病的人就是健康的 那你怎麼能夠確定這個裡面有一些人 他的身體抵抗力特別好,他根本就是帶著病毒的 但是只不過是沒有症狀,沒有發病 但是他可以傳染給其他人呢 那如果這種情況出現了,那今後大家怎麼辦呢 只要一個地區只要有一個人 他只需要很短的時間就能夠把整個地區傳染變了 就能夠在整個地區形成一場大瘟疫 現在在韓國發生的就是這種情形 在意大利發生的就是這種情形 過去在武漢發生的也都是這個情形 那武漢的現在這個0號病人還沒有找到還沒有確定 但是呢,理論上面邏輯上面可以確定的是 所有這些軟病的人,他病毒都是來自於 同一個人身上的那個病毒 從一個人就可以傳染到這麼多的人 所以說大家怎麼能夠掉以輕心呢 怎麼能夠輕易的出來啊 去進行這些社交活動、娛樂活動 到那些人群炸堆的地方去呢 怎麼能夠去復工呢 那有些人可能說這個中共他肯定是知道 這些人他們是有這方面的這個科學知識 也有真實的統計數據的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幹,理由很簡單 第一個理由呢,就是他們要挽救經濟 他們要大家去復工,如果簡單的說 大家就去復工,但是其他的活動都不要搞 那麼很多人就會懷疑你們這個是不是 拿我們做炮灰,為了恢復經濟 不過我們老百姓的人命那我們不去 所以說他為了讓大家能夠放心的去復工 他一定要製造出一些現象 讓大家感覺到人群聚集是安全的 一定要讓大家去到廣場上面去喝茶 一定要去餐館裡面去吃飯 要人擠人,讓大家放鬆警戒了 最後才能夠實現全國規模的大復工 這是第一個原因 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不排除習近平當局 他根本就不想這麼快的結束疫情 這個道理呢,有些朋友可能聽起來比較驚悚 但是大家仔細想一想,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現在疫情就結束了 提前結束了,很快結束了 那麼會出現一個什麼情形呢? 那就是老百姓民間會出現一種聲音 就是一定要把這個主要責任人要找出來 要對他們進行懲判 那體制內也會出現一場大內鬥 因為民間出現了這種聲音了 他會對於體制內的那些各個派系 都會有一些刺激作用 他們本來就有內鬥的 但是現在藉著這件事情內鬥會加劇 那麼對誰最不利呢?對於習近平最不利啊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稍微坐下來一分析就知道 這個主要的責任人就是習近平當局 就是他本人啊 他自己已經三番五次地說過 這場防疫工作是由他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 結果指揮到現在這個程度 死了這麼多的人、病了這麼多的人 全國經濟受到了這麼大的影響 大半個國家停擺了這麼長時間 誰的責任呢?那就是習近平的責任了 那麼這麼一追責他這個政權還能夠穩得住嗎? 到時候老百姓一上街 體制內的一政變兵變 那他這個政權也就垮了 所以說他現在不想讓大家把這個疫情結束了 他一定要創造新的一波的這個疫情的高潮 現在讓大家快活幾天、放鬆幾天 然後很快可能是一個星期 可能兩個星期不會超過一個月 那麼疫情第二波大爆發 第一波還沒有結束 第二波再一次爆發的時候 那麼大家又顧不上這個問責的問題了 大家又只顧著自己保命 那麼這個時候他就安全了 他現在需要買更多的時間 買他幹什麼呢?他要買這個時間 要對於全黨全軍 全國人民要進行更好的控制 他現在黨內鬥爭還沒有擺平 還沒有取得絕對的優勢 能夠保證他一定能夠贏 現在我相信他在緊鑼密斧的 在準備這件事情 同時民間的還有一些反抗力量 一些維權群體還有一些民主派的這些人士 現在還沒有完全鎮壓下去 現在的這個黨心軍心都還沒有穩固 這個時候他不會讓疫情結束 他一定會想方設法的製造第二波的大疫情 同時他也會想方設法的 讓全世界跟著中國一起亂 讓其他的國家沒有機會 沒有能力顧及中國所發生的事情 那個時候他才安全 他才能夠把整個的政局掌控住 才能夠鞏固他的習氏極權王朝 他的這個打算能不能夠成功呢? 我以前說過了成功的可能性只佔一成 不成功的可能性佔九成 有些朋友可能覺得我太樂觀了 他說你看看現在中國統治者這麼壞 而被統治者這麼蠢 統治者壞到沒有底線不斷地去欺騙 不斷地去鎮壓,不斷地去送這些被統治者去當炮灰 而被統治者他們的精神上面完全沒有免疫力 完全沒有抵抗力 被騙過多少次,被犧牲過多少次,被割過多少次韭菜 他們在精神上面完全產生不了任何對於統治者謊言的抗體 那這個國家怎麼辦呢?我倒是不這麼看 絕大部分在專制體制下生活太久的人 他們是沒有分辨能力的,缺乏覺悟意識的 但是這個國家要想改變,並不需要絕大部分人 都能夠清醒的認識到政權的邪惡 只需要由一少部分人覺醒就行了 要需要多少人覺醒呢?美國有一個政治學家 他根據過去40年那些實現民主轉型的 推翻極權專制這些國家的勢力做了一個統計 他說當這個國家只要有3.4%的人覺醒 那麼這個國家不可避免的就會改變了 那3.4%這個數字在中國大概是5000萬左右 我覺得在中國幾乎就要達到這個數字了 很快就要達到這個數字了,一達到這個數字 到時候民間的反抗的聲音就會加強 而體制內的內鬥也就會加強 民變、兵變和政變就會相距發生 所以說我對此是抱有相當相當大的 這個樂觀的情緒的,而且這個樂觀情緒 也是有道理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 大家絕對不要失望更不要絕望 大家一起努力把周邊的人,把自己身邊的人喚醒 我們每一喚醒一個人力量就增加一分 這個國家希望就增加一分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下次跟大家繼續探討